大家好 欢迎收睹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三对情感嘉宾出场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王先生二十九岁 来自内蒙古 健身教练 叶女士三十二岁 来自安徽 美学顾问 她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果然男人婚后都会变 她恋爱的时候都是装的 我哪装了 我一直不都对爱吗 我觉得我都不像她老婆 听着她连句发自内心的老婆都不一样 有她这样的吗 我觉得叫老婆对爱特俗 叫别的也行啊 婚后都感觉不到她的爱 能不能把恋爱时候的她还给我 我也想要恋爱时的她 她能做到吗 那小片看完我就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那不叫老婆叫啥呀 太不老 我觉得这个称呼发明的有问题 那可以好多爱称啊 她都上升到称呼发明有问题了 具体有想出什么太代替的词了吗 对 像好多这个年轻人宝贝啊 乖乖啊都可以叫啊 她不叫啊主要是 她要是叫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结婚是算是有点闪婚的那样 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不经常见面 她会发信息早上起来了 有时候会说乖乖你起来了吗 然后我要准备上班了 比如说快中午吃饭了 她会说啊乖乖你吃饭了没啊 就这样一分一来一答嘛 到晚上下班她也会说啊乖乖 结婚了婚呢就是叫十句老公 她可能叫一到两句乖乖 为这事我俩还吵过挺多次呢 这称呼重要吗 重要 我一般来讲要是我生我老公的气的话 我这一天都不会叫老公 如果我的气有一星期我就一星期不叫老公 我气消了的话我自然就会叫老公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 老婆和老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她是受法律保护的 所以我是觉得高兴的时候开心的时候 呀老公特别幸福 但是如果说那个宝贝什么的 我觉得不如老公幸福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老师你们说的话我特别认同 但是她就觉得叫老婆特殊她不叫 她一个就是出去逛街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 哎呀这手顺小就牵上了 那现在出门 我但凡不主动挽着她 她就不再碰我的 我就感觉结婚也才不到两年吧 我说我这么没有吸引力了吗 现在 那刚谈恋爱的时候 你也没那么好意思老老拿包啊 现在基本上见当面 我一个手得回客户信息 一个手我拿着包 我拿哪个手牵你 那你那么拿几格子 你云出个小物质来牵我都不行吗 那你过去掺着她不行吗 我主动太多了 我也希望她能对我有主动点 就我老主动我老主动 我心里面会有这种不平和 这是形式上的啊 就是婚前和婚后的区别 那生活的细节方面 你觉得最大的差距在哪 有啊 那恋爱的时候 我俩都比较算是爱吃的 甜的辣的酸的 我俩都可以 这现在结了婚了以后 前段时间刚520嘛 我想了下午我俩关完商场 然后到那个六七点到饭点了 我说那就今天别人回家做了 我说咱不在外面吃吧 在商场里面 那一大却那么大一个商场 那一层那个吃饭的地方 愣死 没选一处一家来 她呀也平时运动的少 我平时运动多 再加上她已经是 老呈现一个低血糖的状态 我希望她多吃点肉 别老去吃那些杂的煎的那些 就相对清淡健康一点 还有鸡蛋什么的 她也都不爱吃 平时总爱弄一些汤汤爽爽的 没什么营养 而且还逼着我老吃喝这些 因为我做健身 平时得保持身材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外面吃吧 可以在家里做呀 家里做的挺多的 前一天要来这块的时候 她问我吃什么 是吃西红柿炒鸡蛋 还是黄瓜炒鸡蛋 我说吃黄瓜炒鸡蛋 只吃黄瓜炒鸡蛋 后来我一回家 她做了黄瓜炒鸡蛋 还有一大碗面 晚上 因为高碳 我不太想吃 她就非得让我吃 要不然就不高兴 正常我们来住节目的时候 想着冰箱里面还有一点菜 就过来还不得有几天嘛 我想也别浪费了 她偏要说吃那黄瓜炒鸡蛋 我说西红柿不能扔了呀 我说她做点面条吧 她说那一大碗 两个大个大西红柿 加了五个鸡蛋 然后一大碗汤 那面条一丢丢 你又煮面条我不想吃 然后就那个语气 我瞬间我火蹭一下 我就又起来了 你本来就上班 已经很累了一整天 回来我这做完饭 然后你告诉我你不吃 那我那心情 我平时其实挺多迁就她的 包括她平时洁癖特别严重 每天必须得洗袜子 洗内裤 洗衣服 洗澡 如果傍晚我出去遛个弯 回来这衣服就得洗了 那也正常啊 她认为的那种流汗 就是我们运动完 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 对她来说 这是流汗 她那衣服她洗 她OK 但凡就是她身上 就我们身上 就冒一点点汗滋滋的 那种感觉 那她就觉得不用洗 但是那时间长了 是不是就有汗味 尤其夏天 你衣服咋能不洗呢 洗衣机洗 但是她有时候 那些衣服就是 可能会衣领 我爱穿黑色 她爱穿白色 每次卖衣服 我说那你买点黑的吧 你卖白的 我特不愿意整理那些什么 衣领啊 那个 这些领的地方的污渍 每次我就要 自己先手动 先给她刷刷 或者喷点东西 然后再用洗衣机里面洗 然后那袜子 我也给她洗 就那一我说 你洗澡 你手上洗了吧 就不愿意 那小伙子 反正你不洗 你着什么急啊 因为我以前的状态 就是衣服只要看不见脏 我可能两三天洗一次 如果脏了我就洗了 这有一次影响的挺严重的 我去外地算出差吧 带的衣服是两三天的衣服 就每天都穿新衣服 旧衣服放那儿 然后当天晚上回来 已经两三点了 很晚了 我就想赶紧睡觉 第二天还得早起 不行 必须得洗 还冬天也没出汗 我也知道她累 我想你就是赶紧去洗漱一下 而且不愿意 然后就觉得 我又不脏 我说你洗得粒粒 坐着坐着上床睡觉 多舒服呀 那大冬天的 就不就不 然后过后 那你今天你不洗澡 你别上床睡觉 我就觉得她这个洁癖太严重了 稍微正常一点 我觉得没有哪个人能 保证天天这样 而且很影响生活 结婚前你知道她有 洁癖的这个嗜好吗 我知道她爱干净 但是没有想到 她爱干净到这么严重 我是有用那种 间接性 收拾屋子的那动和症 我就可能今天这衣服 这东西放这儿 我看着舒坦 过两天我就想给她换了 我也知道 因为这样的问题 就是她跟我说过 然后后来呢 我也就是说 比如说她那个剪那个支架 还有那修煤的那个煤刀 我专门弄个小袋 给她放起来 我就放到那 那个挂胡刀那块 我拎着她过去看 我说你看啊 我说我给你看 你这下一次 就是说要找挂胡刀什么的 在这儿快 我给你放个小袋 你找就行了 下次她再问的时候 又放哪儿了 你能闹不乱放 我说跟你说了吗 她找不着 她反正再来怪我 对 这种事好处理 一般拍张照 发给她就微信 因为这种家庭 都会发生的 男人的脑子 记不住这些琐事 你就是抓着她过来 跟她确认再三 放了吗 放了 确定在这儿 在这儿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下一秒她就会忘记 所以处理这种小事 咱用点智慧 而且结婚之后 鸡毛蒜皮的事 本来就很多 你们除了这些事 没大事吗 就比如说 还有个起床器的问题 正常是谁家家 到起床 高高兴兴的 弄个早餐 出门抱一下 她早上起来 你怎么 一把这个放这儿了 她就总得唠叨两句 那最重要的吧 是去我家 我妈看着她那脸拉的 感觉是 谁欠那百八十万似的 其实我也没怎么样 她就是太敏感了 可能我丈母娘也敏感 然后我睡觉轻 我丈母娘 她可能五点钟就起来了 一起来就弄出一些响动 我就睡不着了 脸可能没有那么的精神饱满 也没有笑 我丈母娘就觉得我生气了 你去那个丈母娘家 那有些那个女婿啊 是不是来干那活 这那的 我妈就起来 不让你干活 早饭煮得好好的 就喊你起来吃饭 她就那么不高兴 而且农村嘛 太阳出来了 就算我妈不起来干活 鸡呀 鸭呀 那是不是也有事 这就一个耳塞 一个眼罩能解决的问题 怎么在你们这儿 都成了大问题了呢 你要按照这个逻辑 往下走的话 未来有一天 你要打呼 她也没有办法跟你过 将未来你们有孩子了 孩子在家里头 有点响声 你们也没法活 孩子要是把东西拿乱了 你们俩也会吵得天翻地覆 过日子这事 不就是发生问题了以后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纠正对方 那么我们就来 纠正外界环境 这多简单的问题呀 我翻译一下 新唐米娜老师的意思 新唐米娜老师的意思 就是你们俩矫情 要是我换成这个男生 开心还来不及呢 什么事都女生做了 我没做 我就不挑 男生啊 咱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差不多 我在家也基本上 不敢家务 但是我老婆 干的所有家务 我都得说好 我不挑 你不敢说不好啊 对啊 不敢还话特别多 还这个那个的 这就是问题 老师这个说 我觉得是说特别对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我身体不舒服 他也帮我说那里拖地 我也学过那种啊 就鼓励似的啊 鼓励他 我说哎老公 你这弄得特别好啊 我希望他鼓励鼓励 或我下次 是不是能帮我多分担一点 他说来句 你别POA我 我不停 然后过后呢 当我身体好了 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呢 他还会以 就刚刚那个老师说的这样 我也没有太挑他 实在影响到 我正你事的时候 我可能跟他有会生气 很多时候呢 都是他在挑我呀 您在强调的是 我没那么嫌弃他 但是你没有说我爱你 可不说这个词 不是嫌弃 你的意思是 是我在包容 对了 那么你在哪爱他的呢 你爱他在哪 我包容就是一种爱啊 哦不 包容叫做 你有那么多的缺点 但是我不得不爱你 这叫不得不 我之所以包容你 是因为我娶了你 就像可能 父母对于孩子来讲 你是我的娃 所以你有这么多缺点 我不得不爱你 不得不包容你 但是你没有那一种 向他希望的 发自于内心的 哦你好可爱啊 你所做的这一切 我觉得嗯 欣然接受 就算我不能接受的 我也很欣赏呢 你不就是要爱吗 你的爱呢 哎呀 姑娘我问你一下 你见所有人都洗头吗 哦 见亲妈也洗 哦 洗洗 很多女孩子说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 我见她的时候洗头的 不是每个人 我见她的时候 都有必要洗头的 这个分清了远近亲疏 如果你觉得你丈夫 有必要 每天晚上 每天早上 都特别干净的时候 她可能也觉得挺见外的 因为我是做的那个工作吧 就是基本上是每天 都需要是面对客户的 我觉得是外表干净 这是一个是最基本的 一个礼貌 但是我是见她的时候 就可能弄造型 化妆是会比较浓重一点 我这是我对她的重视 但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我见父母 或者见朋友 这外表我哪怕是可以素颜 但我希望外表 是干干净净 清清清爽爽的 我是这样的 我只是告诉您 不同的人 对一个细节问题 可能理解不一样 换言之 你们俩有点大事吗 我们就觉得这些事 已经就是 相当于我们刚结婚 才两年嘛 这些事 什么时候要宝宝 正在 悲孕当中吗 有早教计划吗 没有 接下来宝宝房怎么装修 都弄好 房贷还有多少年 房贷 在这些大问题上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 没矛盾 而且你们两个在大事上 好像对对方 没有什么不满 就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处在那么一种状态 你可能特别不满意 我告诉你 大事安 才能小事凡 夫妻两个人 有很多大事 大事能够相安 我有充分安全感 我才会在戏枝末节上 你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那儿不好 所以你们现在是一个 就是刚结婚两年 互相磨合 其实蛮幸福的状态 没有原则性矛盾冲突 解决问题 真的就是需要 那几个小东西 就比如说洗衣服 咱多攒几件 让他自己洗 你洗你的 洗澡每天得洗 这是赶紧 对吧 这个也没啥 也跟洁癖没啥关系 然后耳塞 眼罩 西红柿 咱就别再煮五个鸡蛋 加一把面了 俩西红柿直接啃了 你说 简简单单 你一个我一个 坐在那儿 相对一笑啃西红柿 多美好的画面 啥毛笨都解决了 但有一个问题 是技术我们解决不了的 就叫做 你不对他说我爱你 你没有亲亲抱抱 叫乖乖 你没有叫老婆 你没有在外边 给他不安全感 但你也没有让他 在家里头 有任何一点的 被认可和甜蜜 被宠溺的感觉 所以当老婆说 我希望的是早上 我做好饭 她吃完饭 走的时候 我妈亲一下走 但是她有起床气 那么后头连亲一下 这种事情 一定也都没有完成 核心在这儿 这一块是任何外界技术 解决不了的 你为什么不能够 亲老婆 爱老婆 拉老婆 主动玩老婆 和叫乖乖 叫夫人 挂在嘴上呢 我认为 你们俩核心问题 是你们俩太像了 你看男生健身教练 对吧 对自己身材 其实很有要求 女生在干净 在外在情况 也是很有要求的 当两个都很有要求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这关键是你们怎么去 去解决 你们真是要磨起来 而不是老是一方进攻 另一方呢 要不就不变 其实消极的一种进攻 你们俩听来听去 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但是婚姻的结果是经营 你们现在就在经营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要两个人好好的磨 我奉献女孩子一句 就是说 你其实有的时候没必要 就包括像那个东西 放在一起找不着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不要乱气 每一天都去改变它的位置 确实是这个容易找不着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男孩子我也奉献你一句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你把你的老婆 哄高兴了 你自己就开心了 婚姻啊 绝对不是将浪漫 当作礼品 加以精美包装 它的真正意义在于 情侣 过渡到夫妻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能否平衡和调整